见多识广的美泥博主老嫁姐 还是第一次看到大小盒饭的空场泥 嗯 先玩哪一盒呢 这三种颜色混起来应该不难看 就它吧 让我的金手指来试试金粉起泡胶的手感 耐丝啊 柔软又光滑 红色的是金粉拉面泥 我左看右看和起泡胶没区别啊 同样也是拉伸性极好的 白色泥最先气 下面重变着散散的亮色 但是它叫金粉滑滑泥 现在的史莱姆名字取得都这么不随意吗 刚想它它就瞬间被打脸 比刚刚那两种泥脆多了 感觉就是一份比较硬的透彩 金粉起泡胶的光泽还是很好看的 就是起泡有点费劲 这一码也是清脆月耳 玩起来剩下是液态玻璃 红色拉面胶和蓝色起泡胶的手感也是一样的 我们就直接越过 试试这份滑滑泥吧 我觉得叫玻璃泥更确切 这挖身心也太打脸了 很脆没有韧性 应该是干油含量少的缘故 干脆把这三块泥混起来玩 看看能不能碰出什么火花 没有我想象的好玩 起泡挺费劲而且非作 于是乎我又加了点洗发水来调教它 现在手感好多了 玩起网格也是毫无压力 声音炸 起泡的话也还行 最后猜猜 这款三拼鱼是多少钱呢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